劳动权益这一块呢是我们的确最难处理的一块 那可是呢这个执照不是万年执照 第一个我们是定期换照制度 制度到12月11号 没有换照的话它就是多到12月11号而已 所以它没有所谓的延期的问题 我们的那个未光法里面并没有执照延期的这个问题 执照就到12月11号而已 所以刚才所讲的 像中天现在有些人是到 转到网络上去播嘛 那网络上就不归我们NCC去监管嘛 所以这个部分没有执照的问题 那中天新闻还在无法通过换照之后 他们新闻部的员工该怎么处置 NCC这边有什么想法或是有什么要求吗 基本上来讲的话 劳动权益这一块呢 是我们的确最难处理的一块 那可是呢这个执照不是万年执照 是一个定期换照的问题 那所以呢这劳动权益的部分呢 我们还是依法要请那个劳动主管机关呢 来协助处理 从这样子出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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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还是依法要看待 但是平时之后